的確蘋果甜不甜香不香 對台股有很重要的意義 因為很多瓶蓋股 就看著下半年這一支手機 但是呢 看看今天下午最新的法說會 星星電子舉行的法說會 雖然今天早上也看到 他公布了這個財報報告 還蠻不錯的 但他也強調 第三季的事況跟第二季差不多 而且呢 HDI版步入旺季需求 還看真真的很甜 難怪今天這麼強 半根漲停板可以帶動景碩 帶動南電走高了 對我們現在要看蘋蓋個股 我個人認為不要買純蘋果 你要買一加一大於二的 譬如說剛剛談到星星他講 HDI版的高密度結合版 裡面來講的印刷電路版 他說進入旺季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這一個 什麼 2.5D到3D的堆疊式的 先進系統級的封裝 為什麼呢 因為先進製程 台積電裡面來講就講了 未來的先進製程 其實就是要靠這個先進封裝 連整個一個三星 以前從來沒有這一塊 他擴大資本支出 他就是要走這一塊 因為先進製程要完成 不管你從3奈米到2奈米 其實靠的是這個 所以你可以發覺到 今天外資業好 投資業好 全部新興景天 南市店全部買下去 因為這個部分 因為呢 2.5D到3D的系統級封裝 要用到16層 16層的ABF 大家知道毛利多高嗎 毛利高達40%以上 可是我們的三家 ABF載板都做得到嗎 目前是新興跟所謂的南電 但是呢 景碩已經說要資本支出 新興也說要資本支出 南電他做得到 但是南電呢 他還沒有跟台積電配合 所以要再等等看 那景碩其實他主要是BT載板 他ABF載板大概是30幾% 可是問題他現在說 資本支出 你看投信也買 因為位階比較低 所以這三檔個股 都是稍微可以去做留意的 那你來看 在之前我在 我記得我之前介紹 新興的時候 我說他第二季賺4塊多 就沒有想到是5塊多 比一起多 所以他本來是18塊 我本來是寫18塊 他現在已經變成21塊 那也就代表說210塊錢以下 很安全 看看今天股價180不到 對我上次是不是說180很安全 真的到180 現在因為調高到21塊 所以210塊以下都安全 這樣講今天有帶量 中止連三黑 而且還把這三根黑可以吃下來 對因為這個是能見度非常強 可以到2025年的 就是我剛才說的2.5D 3D 但是你剛剛講到 這三檔個股都可以留意 不過位階高低不同了 最近比較強的是這個景碩有拉上來 但前一天有一點壓低 但今天也是紅K棒 那南電股價比較高一點 這三檔還是選新興而已嗎 那基本上你就是選新興跟景碩 新興跟景碩 你要便宜就選景碩 但是我說過景碩的毛利率會比較低 因為他BT載板佔六成 那如果說南電因為他比較貴 而且我說過南電他比較怕事 你只要講到中國大陸會封城 大家就會想到南電 所以就等到中國大陸事情過了以後 再說 這是我們看到瓶蓋股香香甜甜的 先看ABF載板第一檔新興 紅海、華通、金像店、台大店 對 其實我覺得最近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歡龍頭股 譬如說你喜歡成熟製程 我覺得那還不如看看紅海好了 紅海至少空投市場抗跌 那如果你看他這個 雖然真的很牛皮 多投市場真的受不了他 可是他空投市場就是不會跌 還田全息 均線是不是糾結在這裡 我覺得如果他下半年到年底裡面來講 他的MIH 他的比重能夠去做拉高 那我覺得站穩110再向120的挑戰 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你給他的目標價有到110到120了 因為我 現在108了 我上次是不是說 這邊要先賣一次 回來100買一次 那現在我認為會站穩110 好這是紅海 另外金像店華通 對 剛剛欣欣有沒有看到他寫的 他寫HDI版進入到旺季 那真正蘋果裡面來講 或是台灣HDI版第一名的是誰 是華通 對 那華通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就說 你現在不能夠選純蘋果 你現在大家都很喜歡搶 我剛才說銅板股裡面來講 低軌衛星一堆什麼 賤漢 台陽 全部都跑進去 但是他們的本益比都很高 是能夠本益比低於十倍的 很多的地面接收站 低軌衛星的PCB版 他其實是華通 華通的第二季裡面接著 就很多低軌衛星 大家都只想到他是蘋蓋個股 那如果他能夠去賺5塊半的6塊 那這個價格我覺得沒有什麼風險 金箱店現在是82塊 對 金箱店說實在的 他本益比也不高啦 因為他是7塊到8塊 那原因就是說呢 本來大家呢 你看這波為什麼殺起來 NVIDIA說我伺服器明年 第一季才出來 大家都快瘋掉了對不對 然後就啪底下來 發覺 除了NVIDIA還有個AMD啊 他有新平台 超微嘛 那個金箱店說我沒有要衰退 我還是能夠去做持平 那股價又上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檔個股上面來講話 他呢跟剛剛我說的一樣 你就算你蘋果怎麼樣 我還有我伺服器啊 所以他相對性的安全 所以用季線看支撐嗎 月線 月線 月線啊 這麼低啊 75塊5 75 其實現在才80啊 他只要稍微修正一下 那你可以發覺 他其實修正也修正不多啦 但是我覺得這一檔個股上面至少 很風險性並不是太大 金箱店喔 剛剛看到華通金箱店 另外台大店喔 這一檔就蠻強的喔 很強 我上個禮拜才講這個 凱銘說要選個低位計 我說真的很低位計喔 可是你現在看 我們剛剛看很高啊 靜靜看很高啊 看長一點 喔喔 這樣看很低 其實這檔個股 如果喜歡做長線 真的可以留意啦 因為大家都會講 我會做充電樁 我會做什麼 但是真的能夠跟國外合作的 應該是他 可是他快到年限 他年限以前上去沒多久呢 就下來了 對 所以我才會說 你不用急啊 我們來看長點 現在是七月 看去年的七月 是 看去年的七月 為什麼跟大家講說看七年七月 你有沒有發覺到 他會變多頭股啊 現在叫年限是反壓 可是在壓一陣子之後 他的年限會變成他長期的支撐 好 這是我們看到 瓶蓋股的題材當中 誰安心佈局 我們用安心來選 謝謝鼠方告訴大家 那剛剛這樣講 投資朋友呢 可以留意一下 接下來第三第四季的重頭戲 就是蘋果 尤其這個禮拜五的蘋果財報報告 不過到底能不能夠讓大家願意掏出錢 因為大家也怕說這次蘋果手機 會不會很貴很貴 史上最貴手機嗎 會不會衝擊大家的這個消費心態呢 因為今天中央大學公布的消費行情指數 是不好的 真的不好的 而且創了多久來的低呢 十二年半的新低 特別是對投資股票的新興部分還創低 說六項指標裡頭 只有一項是成長了什麼呢 是物價 好 旗展怎麼看這個信心報告 那對於明天聯準會 還有包括明天豹兒主席的談話 是不是今天你要重頭戲放在這裡了 對 那其實全球經濟在下滑的問題 也影響到台灣投資人 消費者當然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需要買東西才會有業績 那其實這一次看起來 這個報告是相當不妙的 就像凱民剛剛說的 只有物價這個因素 大家覺得物價東西會變貴 那舉凡是家庭的所得也認為會下降 舉凡你認為景氣會不會變得更差 會 那你會不會去購買這些耐久財 這個意願也開始下滑 那當然是表示 從現在到未來的半年內 你的消費支出可能會下滑 那你只有在什麼東西變貴 可是你的購買力下降的情況下 那才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畢竟看起來就是比較 對於經濟前景是比較蕭條 比較不利的 那所以也不想投資股票 那所以我覺得美國的這個升息問題 確實是影響到全世界影響到台灣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告訴大家 如果美國接下來升息三碼還是四碼 對於全球的股市跟會是有什麼樣的衝擊 會告訴大家 好 待會告訴大家 到底是三碼還是四碼 那應變是怎麼樣 另外鮑爾主席的談話也做大推敲 待會透露玄機告訴你 今天看三大法人進出 外資放心敢買臺股六十一億 終止連續三天的賣超 而且一買回到六十億左右 看看外資今天買什麼 買超前十名 第一名是華航 第二名是臺氣營 第三名是長榮 第四名長榮航 只有到第五名才有電子股的聯電 不過有聯電也值得注意 之前還走弱 今天外資買了六千多張 洪海有買這算強股 另外就金融股了 華南金第一金 陽明航運股的部分 今天蠻多的 利基電跌升反彈的買超 那第二頁當中有看到台積電 從前二十名當中 請教鼠方怎麼看待今天外資的回補 外資對明天聯準會的說法 已經覺得利空出鏡了嗎 其實我覺得被動型的基金 只要你指數漲 他本來就要買 所以我說他借券的 張數比較多的個股 像聯電像長榮 像陽明跟利基電 他一定要買 還有金融個股 所以他真正買的個股裡面來講話 大家可以看到所謂的一個第二頁裡面 他就是真正有在買的 台積電漢翔 這就是他真正在買的個股 那既然你的航運個股裡面 或是你的聯電 或是你的利基電有開始去做一些的回補 那我們就說你要再拚上去 被動型基金只要你敢拚上去 他就有強補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這些個股上面 不能夠讓外資一天買一天賣 這樣的話 他會就比較辛苦 可是我們發現這幾天 你看今天這二十米頭 航運三雄都有買喔 所以我說就是借券比較多的 通通都買金融股 那他會漲嗎 那所以我說你拚上去 他就可以了 就有了 如果你拚不上去 譬如說你今天買了 明天又掉下去了 那他一定借券還是持續存在喔 好 持續關注外資 我們連買的動作 立刻請星辰大哥上來告訴大家 我們看看外資連買股 外資如果最近幾天 有連連加碼的個股 是不是值得觀察了 台大電剛剛有講 漢翔這個剛剛薯芳說的 真的有買 珍鼎日月光定影 個股還有玉龍台積電 華邦電企機易德 這是外資連買股的部分 外資投信如果連連加碼 在最近這個禮拜的認養 這些個股會是八月行情當中 一個很透露出來的重要指標嗎 怎麼看 當然是這樣 因為投信 我們大家看得很清楚 那外資的部分 今天才要回買回來 那如果連續買了 他是不是比外資的買超還要早 他是不是更厲害 所以你要先看投信還是看外資 沒關係 我們先看投信 先看投信 因為大家比較習慣先看投信 好 剛剛投信連買的個股有哪些 投信連買的個股 這個是自身 自身的部分是Tesla EDAS 他其實有很多重題材 這個薯芳已經講過 好像講過一個月了 這檔股票 是吧 就是一直走高 一直買 那我們統計到 我們來的時候是年期買 其實今天他又買啊 繼續買 今天繼續買 今天繼續買 這種持續走高追不到的怎麼買 那就等他拉回月線左右來買 我們看一下股價表現 自身最近你看還是很強 你看他是在這樣比較強 那就這樣目前來講 他也他會拉回 他有的時候瞬間會拉回 那個下影線 你看他很容易就來到這下影線 你看一下這一個位置 過不了十日線 那今天碰十日線 所以你如果說 十日線就要買了 對十日線買 他再下來再買 這種股票呢 基本上來講 他是一直創高的股票 不用怕 這個股票 你看他外資也買 投信買 不只不要投信買 這是我們看到自身 外資投信投買的 但是強股怎麼追 剛剛呢 也待會都請金人大哥教大家 再看到下一檔 下一檔是景碩 今天三大法人通通買 而且我們為什麼這樣講 他是反應比較慢 因為景碩是這一次拉回 比較深的這個ABF載板 那我們看一下外資的部分 連今天又買了 今天外資也買 投信也買 自營商也買 三個一起買 他昨天這樣的一根黑 可以 因為昨天他公佈他的財報 那昨天因為他逼近 為什麼 因為他逼近季線 有人家說那沒關係 我季線先賣一下 那他賣一下 結果下來的位置 你看一下 他只回到五日線 他是超強的 這個時候 比昨天的五日線還高 對 外資偷賣 對 他偷賣下來 他把他偷賣下來 昨天投信還是買 今天也買 今天外資又把他回買回來 所以他今天三大法人都買 超越拉起來 那這個時候再起來 那個季線就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反應 所以我們現在往上看 生意堂各是有機會攻季線的囉 對 季線應該緩壓不中 好 就看五日線關卡 現在是149 五日線是145塊 所以目前看到強勢的部分 投信聯買還有加登 加登一早就漲停板 對 一早就漲停板 今天早上漲停 然後今天他還是買超的 那這是艾斯摩爾的相關的概念 因為我們國內在艾斯摩爾裡面 他是最純的 是在這個部分 那今天再買一次 所以他的拉回的部分 他形態上是最強了 好 大家看 今天是239塊5 但是這種個股也快要接近年限囉 他其實這種股票 因為他的股本比較小 他開始滾量 我們看一下 他原來滾量上來的時候 他開始在攻的時候 你們看小量過高 小量過高 小量過高 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停 要到爆量才會停 因為小量過高 就是他籌碼全部都被他收著 就一路上去 那要到爆量 爆量有黑K的時候才會停 好 那像操作 我們看他的支撐在哪 如果這樣看 如果以今天來講 那今天的紅K中線 就是支撐 一半都是支撐 但這種個股因為今天漲停了 明天 明天又開 他還會一直上去 但是開一直上去 他如果又開到六七個person 那就不要追他了 因為開到六七個person 就逼近前高 前高這個地方 可能會有一點點的套牢的賣壓 大概就在兩百六左右 特別要注意 這是加登 好 另外以勝 以勝的部分是MIH的機構件 那在MIH類股裡面 他也是股價是往上走 但是今天外資有買 投信是賣 小賣的 你看他這個地方 那投信小賣的話 大家看投信 你小賣就不會有人追了 所以他就等他有拉回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 這不是五日線 他本來守在五日線 那就要回到十日線以下 再來做考慮了 好 十日線68塊 也就是說其實他十日線 也就是前高的位置 是 好 待會我們回到現場 同樣講 除了投信之外 剛剛說到的外資連買 還要看看今天投信 還有在買什麼 另外呢 最近這個禮拜 台股有點震盪 但是有些個股 居然是穩穩的站在季線之上 比大盤強 這個透露出 他們會是八月份的 小鬼當家股嗎 待會告訴你 馬上回來